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7月7日 贝尔格拉诺主场好巴臂 周五早上 阿甲好戏不断 其中一场由贝尔格拉诺对阵巴拉卡斯中央 虽然贝尔格拉诺上仗遭遇失利打击 但球队经济主场表现值得信赖 期间不败率高达九成 且胜技居多 金仗回到自家球场 相信贝尔格拉诺能在地域的加持下重返胜轨 作为升班马 贝尔格拉诺经济表现喜人 目前球队斩获时胜4和8负的战绩高狙击分榜前列 不过可以看出贝尔格拉诺的进攻端在阿根廷顶级联赛里 还是缺乏竞争力 球队前场虽有薄布露玉格迪 此子至今收获13球的数据 也值得称赞 但此外先有队友能够在进攻端给予更多支援 整体上 军场0.91个入球数为当下阿贾前十队五里垫底数据 不过即使火力稍显不足 但贝尔格拉诺仍能为狙击分榜不错的位置 自然是有他过人之处 顾洛金汤的防守 便是几对经济所依仗的争分手段 赛季至今军场仅失0.86球 而在主场方面 这项数据更是能达到0.5球 在贝尔格拉诺过去八轮主场中 球队不失球的占比高达7成5 足见球队防守实力之强 此番坐拥主场优势的贝尔格拉诺有望全取三分 巴拉卡斯中央相比上赛季变化不大 重规重矩的表现令其保足压力不大 但争上则稍显不足 巴拉卡斯中央经济胜技 大多来自主场 目前联赛6场胜技5场来自自家球场 而至今10次做客锦路德一胜 一成的胜率足以说明巴拉卡斯中央做客能力糟糕 球队异地作战的防守状态其差 军场1.7个失球数据为阿甲倒数 如今巴拉卡斯已经连续9轮做客遭遇不胜 面对主场表现强势的贝尔格拉诺 巴拉卡斯中央此行为有输少当赢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